英国哪座城市最幽默 就辅我四哥 格拉斯哥 国外城市里很多雕像脑袋上被扣成交通桩 这种恶作剧非常普遍 但是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 这尊雕像已经戴了30年的高帽了 从未被摘下来 这个雕像叫惠灵顿将军 就是滑铁罗打败拿破仑的那个 可能是位于繁华市中心的缘故 周边很多餐厅酒吧 晚上喝酒的人特别多 这个将军经常在周末就被戴上高帽 政府周一一摘下来 就还有人给戴上去 你摘一次我戴一次 从来没有停止过 后来市政府他没招 准备加高雕像的底座 我让你爬不上去 但是政府网站一公示 您才怎么着 几万格拉斯哥市民居然是联名反对 格拉斯哥现在才60万人 这么多人反对 这个计划肯定通不过 这个以后将军 人生就二次开挂了 戴花帽穿花衣举国旗 疫情戴口罩公投独立帽 市面上但凡有个风吹草动 他脑袋上就与时俱进 而且大家还比赛 就看谁能给他多戴几个 目前记录是九个 您下次来英国是不是也要挑战一下 这不但成为格拉斯哥一道靓丽的风景 而且应运而生了很多艺术品和商品 文化衫啊纪念品啊油画漫画照片 杯子袖扣可也是没谁了 论一座城市的幽默就服我四哥 格拉斯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健 metallINO 打算衣逛 一 Lamb